有关中国宣布暂停对我出口天然沙 水利署也邀请了各河川局、水资源局召开了会议 将以北部以及东部增量的方式 并优先在第一、第二、第九河川局增加输聚量 立即供应市场的需求来补足大陆天然沙暂停出口的数量 中国宣布暂停对台湾出口天然沙 水利署启动了加速增量河川输聚作业 第九河川局局长王国良表示 花蓮地区今年度输聚目标量将会增加到540万吨 以补足中国天然沙暂停出口的数量 像我们花蓮部分最主要是大概从县府馆的立物锡 还有我们的花蓮锡跟锈固软锡 这三个部分最主要是我们的沙石来源 那我们这三个沙石来源的部分 大概今年的部分总量是464万吨为我们的目标 那到7月底的部分 那我们已经达到228万吨 这是我们的目标 可是我们目前都是超前的 目前我们将近大概257万 将近260万吨左右 所以目前的目标是超前 那我们也会朝我们未来的目标去努力 这个绝对没问题 那现在就为因应的大陆沙石如果说禁运过来的话 除了我们增加买方的部分可以增加50万吨之外 那我们跟立物锡的部分 我们也跟县府说好 它那个地方从64万吨增为90万吨 所以至少我们会增加50万吨 那立物锡那边的部分也在增加26万吨 所以我们会从464万吨 目标会朝540万吨来努力 我想这部分我们会配合政策 确保我们的这个沙原无语的部分来努力 九合局所辖花莲地区 执行输浸作业有四个地方 目前输浸量达到260万吨 超前原定的228万吨 而根据经济部矿物局之道显示 花莲辖区的沙石库存量还处于高档 东沙北运运量最近三年都是稳定时评 花莲地区的输浸量能 整体呈现了库存量充足 内销量稳定价格平稳 九合局也强调 在确保核防安全为前提 会加速加量来输浸 稳定供料及满足东沙北运的需求 也配合行政院不再仰赖进口杀石政策 介络会收风箱报导